哎呀!哎呀!老木匠!老木匠! 曾經是刺殺風雲的一時的最強! 超偶師! 但是如今路過成這樣啦! 那我就來幫你吧! 太好了!這裡有一個人喔! 可以把一個靈魂放在裡面了! 賜你力量!出來吧! 人叫人!皮諾丘! 我肆於你生命! 皮諾丘!弄什麼呢? 嗯!你聽好啦!皮諾丘! 你要成為木製煉金術師 首先要經過國家煉金術的考試合格 那可是非常難的一個考試喔! 但是呢!只要莫遇到退休的年紀呢! 你就有滿滿的終身縫可以領不完呢! 你知道嗎? 欸!不是! 聽好啦!一個合格的煉金術師呢! 一定要會有咒語!想這樣! 對對對! 欸!我也來! 欸! 喔!你! 欸!怎麼沒有變出來! 聽好啦!皮諾丘! 你要這樣吹! 我也來!我也來! 你要當國家煉金術師的時候呢! 你必須要訓練你的平衡膽! 還有你的動作! 都要很紳士! 才有可能機會成為國家煉金術師! 皮諾丘! 你國家煉金術考試過了嗎? 欸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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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欸!欸! 怎麼辦啊! 欸! 欸! 這是這樣子的!阿姨! 我! 確實有考過! 但是! 他們說我作弊! 因為!我用賢者之石! 欸! 喔!變長了耶! 賢者之石! 欸!沒有!沒有! 賢者之石這麼大! 欸!欸!欸! 欸!欸! 然後呢!我在煉金學校的時候呢! 遇到了這麼大隻的奇美啦! 喔!真的是比較恐怖欸! 這麼大欸! 但是!我不害怕! 我跟他說放馬過來吧! 欸!欸!欸! 那一邊! 加等! 就跟你說過了嘛! 國家考試這麼難! 誰能考過啊? 蛤? 你說呢? 欸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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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欸!欸! 哈哈哈哈! 你像得好像白痴啊! 啊! 啊! 可惡! 我們被偷射進去! 各位大家好啊! 我是... 主播... 雞泰郎! 可是... 欸!這邊!這邊!這邊! 欸!欸!對!對! 究竟我們的皮肉丘能夠成為 國家鏈金術師獲得 募資鏈金術師的封號嗎? 呃... 老實講 我們沒有影片可以繼續拍下去 就先這樣囉!